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今晚哪里有问题 香港人爱煲汤 因为煲汤及食物之精华 还容易被身体吸收 今天就让专家来告诉你 如何做出美味健康 又难保青春的煲汤哦 几个小孩 两个 几公分 一百七 大生玉竹排骨汤 好好喝哦 有一种自然的甜味是不是 甜 为什么有个玉米漆 因为玉米漆的话 它可以降血压 最糟糕的状况 大概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醒来 然后全身水肿 那个时候很胖 大概多现在十公斤左右吧 变成素食的饮食 然后整个体质就改变了 黑豆糙米昆布汤 我觉得非常的好喝 是觉得它很温润的感觉 是不是专一丝 对 这个麻油肌 好像香味不太一样是不是 我一直喝 觉得很好喝 今晚哪里有问题 今晚帮你抓问题 今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慢慢在流失 过了今晚 然后到了明晚你又老了一天 然后过了明年的你又老了一岁 很多女人想尽办法 要让自己不老 让自己青春 其实必须要从体内改造起 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你 非常简单的 不老 而且让你美丽健康的秘诀 那就是什么呢 包汤 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包出一些很好的汤 家里的人也可以吃又健康又营养 而且还可以美丽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场的这几位女性呢 你都会觉得 她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哦 好我们来介绍今天现场的几位来宾 好首先介绍第一位呢 是我们的庄雅慧庄医师 欢迎庄医师 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以庄医师你也要贡献一下 你几岁 46 哇可是 没有什么作文耶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这个是营养师 蔡雅玲 蔡雅玲养师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应该不用问你的年龄吧 你应该看起来年轻啊 我30 30 对 当在青春少年 好那再来接下来 这位呢如果说她的年龄 你就忍不住想说 有点老妖怪 林秋香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你几岁 满54 满那就是55了哦 对 故意不讲55都赚一岁 就满54岁 可是你的皮肤这样 乔丁乔丁耶 庄雯就暂时给她存在一个好 虽然不希望她长利息 文雅得了 所以老师今天也包她 平常也包吗 有 对 因为老师本来就做这个的嘛 好 那另外我们再介绍这两位呢 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去 把自己养得这样漂亮亮的 好 我们首先介绍这一位呢 是陈雅琪小姐 你好 你可以想说18岁 雅琪几岁了 31 几个小孩 两个 两个小孩 那你包汤是为什么 你因为之前身体不好 所以就是先生会包汤给你喝 今年31岁 已是两个小孩妈妈的陈甲琪 身高170公分 体重60公斤 她是如何靠包汤维持好身材的呢 你先生包啊 对 你先生是哪里人 广东人 哎呦 广东人太会包了 那另外我们再介绍这一位呢 曾经有一度呢 工作太劳累 每一天只醒来一个小时 那跟睡人是差不多的 不过现在呢 勤电瑜伽加上呢 这个把自己的饮食调整过后 你发现 哎 其实真的还蛮荣光焕发的 我们介绍张渝芳小姐 大家好 渝芳听说以前 你脸上的皮肤还被医生咸呢 对 然后因为一次过敏 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太劳累 然后到了医院 那个医生就讲说 你整个脸上 连一根针可以放下去的位置都没有 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脸全部都长满了 那个过敏发炎 然后所以全部长满了一粒一粒的 所以完全都 那一段时间真的是蛮可怕的 你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所以你身体最不好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其实最糟糕的状况 大概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醒来 然后头脑 没办法醒来 就是头脑意识不清楚 然后没有体力 然后有时候甚至 无法集中看东西 你都会觉得晕眩 大概已经到那 然后全身水肿 全身还水肿 对 就是那时候蛮严重 那两三年查不出任何病因来 然后你说一天大概就醒一个小时 严格上来讲就是我自己的意识清楚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了 那如果真的硬是要工作 你还是必须做 只是说 就头昏昏的 对 头晕脑这样 那是几年前 大概五六年前 所以觉得不行了 一定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 就整个改变饮食 我觉得最主要是整个重新改变 变成素食的饮食 然后整个体质就改变了 瑜伽老师张瑜峰 不仅靠素食煲汤找为健康 还成功减住十公斤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讲了 煲汤这件事情 这个庄医师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我常常讲说汤嘛 我们不就每天都在喝汤 为什么广东们特别觉得煲汤是一种养生 而且真的有效吗 中文来讲呢 那种流质的东西是很容易消化的 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胃肠到不好 我们可能会建议你说喝一点汤品 或者是弄一点稀饭 它有保护味的效果 那汤品呢 很多的药物会从里面释放出来蛮多的 那吸收度也会比较快 对 可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也煮汤 可是总觉得好像跟广东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广东的煲汤都是标榜时间比较长 然后它会把各种食材的味道 比如说它可能跟海鲜 还有肉类的 还有一些中药材 像那个蜜枣还有橙皮呢 我们在台湾就把它归纳是一个药材 但是他们那边就把它归纳是一个煲汤里面的 一个添加进去 可以增进你的健康跟调节口味的一些食材 你们煲汤不嫌麻烦吗 还好 还好 有方法就很好 对 还好 不会很麻烦 我们的方法很简单 很简单吗 很简单 很简单 营养师自己 大概都是六日的时候 因为平常一到五要上班 就六日也会煲汤来喝 但是那个的话就是变成我一整天就会吃那个 午餐也吃那个 晚餐也吃那个 对 像我有时候喜欢煮那个什么山药排骨汤 又会饱 然后又觉得 不晓得为什么就喝那个东西感觉很幸福 对 比较饱足感 可是相对的热量是比较低的 对 当餐摄取的热量比较低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煲汤的时候 它一定会把那个骨头里面的一些盖子油脂 全部都会释放出来 所以我都会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它一遇到这个冰冷的 它那个油脂一定在最上面那一层 要把它捞掉 刚好刮掉 对 那样子的油脂的摄取量就会降低 像我们中药在煮 大概也一个中头到一个中头饭 对 也是不会煮很适合 所以像庄业医师 你煮的东西一定有加一些中药材 对 那就煮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好了 差不多 你现在没用 你是用在家煮啊 我配食谱 然后妈妈煮 喂 这根本就很简单 这根本就很简单吧 有一种炖锅就是那种慢锅那种炖锅 大概两个钟头 那个也很方便啊 等下它滚起来 所有东西都很好吃的 比如说我们是放电锅啦 就教病人说你把中药材 都放在一个不支部的袋子里嘛 那就放进去 那你出门可能就让它下去炖 对 跳起来你回家 回家就好了 就很方便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 没有麻烦 但是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功效 请两位先来讲讲故事啦 像这个雅琪 你这么年轻也包汤 是为什么当初身体不好啊 就是过瘦 那个 太瘦啊 太瘦 大家都想瘦一点耶 可是瘦到差不多剩46 47 你几公分 170 哦 那你太瘦有什么后遗症吗 容易头昏 然后意志力不集中 听说差点流产 对 什么样差点流产 就是医生会跟你讲说 你这样太瘦了 那个小孩要 要保住就比较难 拍不掉就对了 对 你身体没有办法去负担 因为你根本没有营养 太瘦在女孩子身上 发现很多人月筋会失调 对 然后在怀孕过程当中 就像雅琪一样 你的气血不够旺盛 那你的子宫软槽的功能不够好 这时候小朋友可能保不住 那即使他保住了 之后你的身体会更差 对 因为小朋友会把你的身上养分 都吸收过去的 对 就有的人说他怀孕 是怀孕啊 掉了九颗牙齿 啊 那是因为钙子流失 对 连钙子都不见 没有 因为钙子都要给小朋友 对 都要给胎儿 哇 这当母亲太伟大了 可是不需要这样 对啊 其实自己要好 对 其实你开始要怀孕的时候 你就要做好你身体的一个调养 像我自己那个做叶子餐里面 我们常常接到那个婆婆 不是妈妈 是婆婆打电话来问说 我的媳妇快要生了 两个月 可是医生说 他的胎儿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那怎么办 就是妈妈就是以前 就怀孕以前就是 不停的重复在减肥 他们减肥的这个也不吃 那个也不吃 可是碰到他爱吃的 他又吃太多 比如说他吃的是热量太高 可是完全没有营养的东西 或者喜欢吃一些冰品的东西 那让这个妈妈呢 就是在怀孕的这个阶段 真的很多的一个苦头在吃 这样生孩子会不会有问题啊 应该是说 这个小朋友他本身健康的问题 对 会 比较差 他的体质没那么好就对了 因为孩子我们常常出来 给他吃这个营养 吃那个营养 可是你忘了怀孕的过程 他也要营养 是最好养他的一个时候 最好 所以雅琴那时候是因为太瘦了 对 老公看不行 对不对 因为那个那时候刚怀孕的时候 觉得刚就 就会一直头晕 然后带去医生看 医生就讲